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番上阵就可以了 职场中人应该都不陌生 无非就是小团队拆解大项目的传统套路 尽管古迅丁宁鸳鸳鸯秀出 从交看 莫把金针杜与人 等我们还是不介意谈谈针法或者刀法的 第一把刀 追本溯源 这应该是我们读历史的第一项功课 无论拿到一部书 一份档案 还是听到一个说法 首先就要追踪出处 评估一下信息源的可靠程度 还要考察的是 信息源如果存在失真的话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文字传钞的错误 还是立场带来的偏见 这在历史研究当中 甚至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分支 叫做史源学 顺带啊 我还会谈谈一些经典概念 成语和词汇的出处 对照它们的原始含义和现代含义 从这些细节里边 看看我们的观念和语言的演变历程 第二把刀 节则而语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 不同的记载往往会有出入 有些出入属于肢结问题 大差不差 但也有一些简直是各说各话 南辕北辙 所以就有必要网罗所有材料 然后呢 要么从蛛丝马迹当中 去为存真 找到真相 要么给真相 签订出一个大概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内 让不同的说法和平共存 等待新材料的发现 以上这两把刀 意味着凡是司马光 编写资质通鉴用到的文献 只要还保存至今的 我都会带你审视一遍 好 咱们再看 第三把刀 跟进学术千言 毕竟不断有新文献出土 新的遗址和墓葬被发掘出来 历史的实物和文献 可以互相佐证 这就使我们啊 所谓现代人 眼界可以高出司马光一筹 假如司马光 死而复生 一定也会很乐意借助这些新知 给资质通鉴 查漏不缺的 之所以第一季正文 二百五十奖 七十多万字 仅仅走完了资质通鉴的 开头两卷 除了打基础 需要格外用力之外 还因为司马光 对于战国历史 受限于史料 主要呢 从史记去裁 而司马迁 更受限于史料 没少犯错 这些错误 又被司马光 找抄下来 今天呢 就必须借助新发现的史料 和历代学者的心情考定 花费很多篇幅 来做教验了 除此之外 历史问题呢 涉及很多地理知识 所以有一种论调 说地理啊 是历史的第四维 两千多年来 江河改道 行政区划变迁 实在是错综复杂 千头万绪 仅仅在最近几十年间 行政区划的变更 就已经数不胜数了 以至于古代地理 如何对应现代坐标 我手边所有的 资质通鉴参考材料 在这一点上 已经通通落伍了 所以我会尽我所能 小心查证 也请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 帮我一起完善 第四把刀 知人论事 剖析司马光的时代背景 和政治学术立场 看懂他在编写 资质通鉴的过程当中 各种取舍 剪裁和褒贬 究竟应对着 怎样的时代问题 又在他所处的时代里 应对过怎样的责难和质疑 第五把刀 思想史的专用解剖刀 我们阅读资质通鉴 还必须考虑到 资质通鉴 一经问世变成经典 而一部书 一旦成为经典 就会催生出各种衍生作品 被不同时代 不同立场的人们 从各个角度 或者深挖 或者猛击 或者寄托豪情与悲悯 或者反复品评 不断从旧事当中领悟新意 而精英阶层的这些热情 终于会辗转传导到民间 深刻影响民间文学 塑造底层社会的价值去向 凡此种种 时不时呢 我就会带你从 枝枝漫漫当中 兜上一个圈子 第六把刀 古代意识 读古人读的书 想古人想的事 掌握古人的思维方式 让自己像一名古代人一样 尝试理解并解决古代问题 对于那些深刻影响 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 既要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 理解他们的局限 也要从上帝视角 俯瞰全局 怀着千万个小心 给历史复盘 第七把刀 现代意识 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 需要不断切换 所谓跳进跳出 我们毕竟是现代人 既有各种现代知识 武装到牙齿 也比古人呢 多了几百几千年的历史经验 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任意选定参照物 正如古人所谓 他山知识可以公寓 使我们看待古代问题 就像人类学家考察 土著社会一样 比古代最顶尖的知识精英 都要领先好几个身位 然后啊 还会发现新问题 往往都是老问题 让我们充分意识到 阅读历史 其实很有高级感 不同于低等生物 只有很短时间的记忆 或者说 对历史经验的汲取 使我们超越生命的局限 成为超级长寿的物种 有能力借助几百上千年的 深厚经验 理解世界 解决问题 世界顶级大厨 哥登拉姆奇 谈论烹饪 说刀不求多 三把刀几乎就可以应对一切了 所以我想 拉姆奇如果需要烹饪一整头大象的话 七把刀怎么也都应该够用了 巧合的是 我小时候啊 看过一本连环画 印象深刻 故事改编自一位巴西作家的讽刺小说 小说主人公 出身彭户区 从小啊 就没有饭吃 但是这个饭量啊 偏偏是非常惊人的 每满十岁的时候 就获得了七把刀的绰号 后来啊 又被称为七把刹 很可能这两个绰号 在原文当中 有着种族或者阶层的隐晦含义 一成中文之后呢 就无从所解了 无论如何 这位天之骄子到处表演暴饮暴食 总能一惊四座 战胜同样饕铁的对手 可见 吃播绝不是什么心生事物 如今呢 就让我接过七把刀的旗帜 用以上这七把刀 为你烹饪一步 自制通鉴 始终保持小火慢顿 没有刺猬型的宏大框架 只有狐狸型的丰富细节 闲听花落 悠悠足碎 在这一季里 你熟悉的齐宣王 楚怀王 屈原 赵武陵王 米八子 也就是电视剧里的 米月 战国四公子 孟长君 平原君 姓陵君 春申君 他们 还有连坡 令向如 吕不韦 都将悉数登场 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 加快 上演更加精彩的 战国大戏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都将悉数登场 大戏 是